詞曲 PNS 我因為室內有點發言 所以聲音有點怪 我試著講講看 如果到最後講不完的話我們就下課 然後禮拜四再補課這樣 好,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Bessel Function Bessel Function is basically separate into two kinds J new的話,in general,是叫做first kind Y new的話呢,是叫做second kind 那通常在這邊的話,因為Bessel Function 事實上它比logener polynomial來得非常非常多 所以即便連notation你要認得清楚都還蠻困難 所以當我寫成new的時候 不代表new一定是整數 所以new事實上可以是分數 這是第一個跟logener polynomial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logener polynomial只有p0,p1,p2,p3,p4 你並不會看到p2分之1這樣 可是對於Bessel Function而言 是可以有一個j 它比如說是j更號2這樣 ok so you will see later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 there are two kinds of Bessel Functions j new and y new ok 那第二件事情重大的區別是 就是有時候new呢會等於n 是一個整數 那這個時候呢我會特別就寫成jn 跟寫成ynx ok 那在整數的時候呢 你一定得要用jn跟yn來表示 當你不是整數的時候 我們待會會看到 其實事實上你不見得要用到second kind of Bessel Functions ok so that's about the notation so let's go back and see where the Bessel Function comes from 基本上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古面 它這樣在做震盪 然後你君生曲的coordinate 是等於r theta 然後當然它還跟t有關對不對 所以你三個變數 那你做變數分離之後 在這個theta direction 結果得到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事實上就長這個樣子 就是x平方 j''mux 加上x j''mux 再加上 不是平方 還是x平方 x平方 減掉mux平方 j''mux 就等於0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重要的來源 就是說 因為我已經倒過了 所以在這邊就不再倒一次了 就你會得到這一個非常重要的Bessel Equation and you should keep in mind 對每一個new而言 這都是一個well-definedod and you should find two solutions right?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去找 那兩個solution是什麼 那事實上 如果你稍稍有仔細看一下的話 其實這個答案 Bessel Functions 事實上只是 這個 非常非常簡單的 all ever costly differential equation 的 再加一項而已 你可以看得到 這是為兩次 再乘上x平方回來 這是為一次乘上x 然後這是沒有為 所以如果沒有這一項的話 如果沒有這一項的話 事實上 你可以直接用一個 prominomial 叫PowerLog就可以去解它了 好 那因為它不是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不去看一下 而且它事實上 對應到我們之前是一個singular 所以記得一下 我們以前定義的 就是說你把它畫成標準式的話 這裡的bx 是什麼 我們畫成標準式的話 是要把這個x平方 除掉就對了 讓j double prime的係數是1 所以bx事實上是 除掉x平方乘到x 所以是x分之1 所以你在這邊 得到一個重要的事情是 就是b0事實上是等於1 OK 那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是 cx是什麼呢 cx事實上 當然就是把x平方除掉 所以是x平方 減掉new平方 所以它事實上是一個singular number 一個regular number 乘上這個東西 所以你的c0是多少 你的c0事實上是 負的new平方 OK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看到 b0跟c0都不是0 so this is actually what we call regular singular ode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這樣的 solution去解它 我們現在就用inditial equation 把s先求出來 讓我提醒你 inditial equation inditial equation 是什麼呢 inditial equation 就是最singular的部分 s s減掉1對不對 加上b0 再加上b0 再加上c0 再加上c0 再加上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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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c0 等於0這樣 那你在這邊如果把它帶進來的話 你就會得到S S減掉1 然后再来的话是加上S 然后再減掉Nu平方就等于0 So we found the solution It's actually very very simple 这个解开来之后 这是S平方減掉S跟加S消掉了 所以这一项就变成是 S平方減掉Nu平方就等于0 所以S解出来之后 就等于Nu跟负Nu 那除非有特别的去讲 因为它是有Nu就有负Nu这样 所以你当然不需要很耍见的 故意把比如说Nu取作负2 然后负Nu就是2 除非你对你自己真不好 就是你人生很闲这样 所以接下来的话通常在下面 我会直接假设Nu是大于0 好不好 大于等于0好了 OK 反正它是成对出现了 你大概也可以把它取作小于等于0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注意到的 就是Bessel Equation里面 而这一个 其实事实上就是它的Singular Power的地方 OK 那我强烈的建议你们其实可以照着课本的方法 真的再去把它列出来 那在这边的话因为这一个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用比较简单的方法直接算 请大家 其实你们课本好像没有比较简单 我突然想到 我昨天还要特别看了一下 你们课本是很快的一开始就用Gamma Function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OK 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Singular Solution测出来 我们看一下最后你会得到什么解答 因为S解出来已经是Nu了 所以让我们先去看一下 我们先去看一下 第一个解答Y1X 它是等于X的Nu次方 我把Nu写进去好了 它是等于Summation N等于0到无限的 A NX的N加Nu次方 OK 那这一个东西 如果你今天把它带进去的话 你会注意到 X平方 J nu double prime 事实上就会等于什么 这一个唯一之下来是N加Nu 再唯一之下来呢 是N加Nu减1 然后AnX的N加Nu减2 可是又跟平方弄在一起了 所以事实上最后还是N加Nu 所以你得到第一个是这个样子 然后第二个的话 X J nu prime 它就只要为一次就好了 所以N等于0到无限大 然后这个为一次下来 就得到N加Nu OK 那这里的话是An X的N加Nu减1 可是你又把它乘回来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N加Nu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不需要移动任何东西 你都可以得到这个 然后最后 我们先看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是 负的Nu平方 J nu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 就是造超就好了 所以是减掉Nu平方 对不起 An X的N加Nu OK 然后再来的话是那X平方 J nu 基本上 X平方 J nu 基本上写出来之后 就等于是 N等于0到无限大 对不对 这一项是唯一tricky的地方 就是你把X平方 乘进来之后 它是An X的什么 N加Nu加上2 所以你需要把它画掉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让N加2等于M 所以当N从0开始的时候 M事实上是从2开始的 然后它无限大 OK 然后这一个东西 就会变成是 A M-2 X的 M加Nu次放 所以你从这一个整个sum在一起之后 你会注意到就是说 你可以把general的relation写下来 这个generalrelation呢 就是把这些全部都加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An代头的 有第一项 N加Nu N加Nu-1 然后再加上 N加Nu 然后再减掉0平方 OK 然后第二项代头的 事实上是加上 An-2 就等于0 它就这么简单而已 OK 然后它还可以继续化解 你可以看到 这个解出来之后 事实上是 N加Nu的 平方再减掉 N加Nu Right 这个把它乘开来 所以这个消掉了 所以你最后剩下 N加Nu的平方 减掉Nu平方 那你可以再化解 对不对 因为这是平方 所以两相减之后 就变成N 然后再乘上 N加2Nu 然后再乘上An N 然后就等于 负的 AN-2 然后把这整个东西 除过去之后 你就得到第一个 非常重要的结果 就是AN 事实上是等于 N乘上 N加2Nu 分之负1 再乘上 A分之负2 OK 嗯 它就变成这样 我发现我身边 比较适合教书这样 因为我会讲比较慢 因为我会讲比较慢 好 所以呢 不要忘记了 除了general relation以外 事实上还会有 两个特别的像 对不对 因为不要忘记了 这里事实上 是N等于2以上 才有 可是人家之前 这里都怎样 都是从N等于0开始 所以事实上呢 你在前面会有个 N等于0 跟N等于1的relation 那这个的话 因为其实是非常trivial 我就请你们自己回去做 你可以回去验证 N等于0的时候 OK N等于0的时候 你得到的就是indutial equation 那如果现在你还没有这个概念的话 你真的应该回去 自己试着算一下 那N等于1的话呢 在大部分情形底下 你会得到A1 事实上是等于0的 那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形底下 你会发现A1是indetermined 那是没有错的 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Bestal function有另外一些特性 OK 不我们在这边不讨论 那个complication 所以基本上 从这个boundary condition 这个N等于0 其实告诉你 就是 那个S 其实我已经偷偷用了 就是new 然后 对不起 A1 N等于1的时候 它其实给你就是A1 事实上是等于0 所以意思是告诉你说 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 因为A1等于0 所以你把它带进去的话 你是不是得到所有的 A2N加1 同样都等于0 所以你其实没有任何的基次相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关系式 再画得简单一点点 好 因为只剩下偶数相 所以呢 你可以重新命名一个偶数 来去管这个relation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N 叫做2N 好不好 然後那個關係式的話 就會變成a2m 等於 你看 那個東西是2m 然後是2m加2n 所以它其實事實上是等於 2的平方 乘上m 乘上m plus n 分之負一 乘上a的2m 減2 你可以 再畫下去 這個就會變成是2的 4次方 負一的平方 然後這是m 乘上m減1 後面這個東西會變成是 m plus n 然後再來的話是 m minus 1 plus n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a的2m 減4 然後你就這樣一直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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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把它寫下來 你就會發現 等你寫到a0的時候 這就是2的 2m次方 上面是負1的 m次方 這個最後會兜出一個m的階層 後面這一個東西 你就要稍稍注意看一下 它是等於m加nu m加nu-1 這樣一直乘下去 一直乘到 最後一項是多少呢 最項是m還是m加1 最後一項是m加1 m加1 它是這樣一直乘下來的 所以這一個東西 待會我們可以看得到 你如果把它乘上nu之後 它事實上就變成 乘上nu-1一直乘下來 它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m加nu的結成 所以在這邊 這邊我們可以 對不起 上面是a0 ok 所以對bessel function而言 通常呢 我們會取一個particular的 initial term for a0 我們把a0 從這邊來看的話 我們會把它取成 2的nu次方 再乘上 nu階層 分之1 ok 為什麼這樣取是很好的 因為這樣取之後 會讓這個a2m 變得非常的簡單 所以a2m 事實上呢 就等於 2的2m加上nu次方 ok 然後那是m階層 這個nu階層 層進來之後 它就會變成什麼 它會變成m加nu的階層 然後上面的話還是一樣負一個m次方 所以你最後就得到這一個非常簡單的 係數 所以如果你其實試著去比較一下 bessel function 跟legendal polynomial 它們的係數跟你最後算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bessel function 比legendal polynomial來的簡單這樣 所以這是為什麼seal solution 有時候其實是 常常會帶給你一些幻象這樣 嗯 polynomial是因為它最後要end 所以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陷阱跟機關在裡面 所以它看起來解析的形式比較複雜 事實上它本身比較簡單 ok 可是bessel function是微不死的 你後來會慢慢知道 bessel function事實上 就是sine跟cosine這些震盪有沒有 就你一般知道在一微的震盪 其實最後出來都可以用sinosoid去展開 那如果你今天跑到湖那邊去丟一個石頭下去的話 你最後得出來是什麼 你最後得出來就是一對bessel function ok 所以它們只是上次像sin cosine一樣的東西 然後可是它們並沒有那麼多像sin cosine 那麼well defined的identity 所以在這邊你可能會看出來說 欸這個前面為什麼會突然多出這個 可是你把它帶進去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解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直接把第一個答案算出來 那這個答案通常我們其實是把它叫做j 好不好 因為我已經取了一個particular a0 所以它其實就等於summation m等於0到無限大 然後再來的話是 a2mx的2m次方 然後再加上new ok 所以這個形式跟我當初已經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已經講過它的幾次像其實都消失了 所以只剩下偶次像 所以你原先那個anx的n加μ次方可以被寫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把它帶進來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它還蠻漂亮的 它就是n等於0到無限大 ok 然後這個是m階層 這個是m plus new階層 然後上面的話是-1的m次方 然後你去看一下 我們當初為什麼要這樣設計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2跟x的power是一模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這一個結果 所以這是第一個方法 你怎麼去求出bessel function ok 很漂亮 有沒有什麼問題 哪一個 你說a0為什麼要這樣取是不是 a0純粹要這樣取 只是為了要讓最後expression變比較漂亮而已 你也可以取2 那你就會跟所有人的bessel function都公式不太一樣這樣 ok 還有其他問題 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開始看到這個 Bestful Function 非常 sticky 的地方 and I call it sticky it's really because it's really sticky 就有點像你要拿一個東西 然後就黏住 然後就甩 然後就黏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so then it's ver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讓我直接skip掉證明喔 就是幾個complication 第一件事情是 new 如果不是一個整數的話 我是不會過敏啦 不過有人會過敏 就是說 這m一定是整數喔 這個m加new 階層有沒有 像你們課本的作者很顯然就很過敏這樣 它就 是等於 你可以用一模一樣的推導方法 你可以知道它事實上是gamma m加new 加1這樣 可是因為我是可以接受 二分之一階層的人 所以 就看你自己 所以這還好 這是第一個 你有時候可能會看到 有人不會在這邊寫m加new 階層這樣 而會寫成是m加new 加1 在gamma function裡面 那樣的same 事實上很多數學家也是可以接受有fractional階層 第二件事情比較麻煩的是 就是 independent solution 的問題 ok 我這邊其實只是解了new 的這個解答 you can convince yourself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拿-new 下去解 我們當初解出來不是有兩個paw嗎 一個是new 一個是-new 你拿-new 下去解之後 你發現那個-new 解出來的答案 就是這個答案 只是把new 代-new 而已 ok 所以如果當new 不是整數的時候 j-new 跟j-new 跟j-new are linearly independent 所以這告訴你說 這個bessel ODE被我插掉 它的 general solution is nothing but c1j-new x plus c2j-new x and that would be the end of the story 所以如果你當初解出來這個new 它本身不是整數的話 它就 totally ok 那如果它是整數的話 你就完蛋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碰到第三個問題 就是one if new equal to an integer ok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問題麻煩的地方了 當new是一個整數的時候 事實上jnx 有這樣的一個關係式 所以我不再寫 當我在寫n的時候 就表示它真的就是n 就是01234的意思 所以這裡真的很麻煩 就是說當你這個new是n的時候 這兩個事實上 基本上是線性獨立的 是線性相依的 是線性相依的 因為這個就等於 基本上就等於這個 這個其實只是正負義的 it doesn't matter ok 如果兩個答案 彼此之間只差一個正負號 那就表示它們是什麼 是同一個答案 那我們學了這麼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一點經驗 如果你今天原來其實事實上是有兩個答案 可是在某一個特別的primorator 結果它們變成只有一個的時候 你怎麼去construct 第二個答案 乘一個x 乘一個x ok that's good but it doesn't work here 所以 我其實沒有跟大家講的是 其實事實上 如果有兩個series的答案 你把它代替它是linear independent 對 我今天沒講 難怪 很抱歉 事實上是 對這兩個答案 做微分 然後取極限 你就可以找到下一個答案 ok so the idea is a following the idea is do this y y 它事實上呢 既然兩個相等 對不對 你把它定義成什麼 你把它定義成是 nu-n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 j nu x 減掉 -1 的n次方 j nu -n x ok 你看喔 這個是一個 其實非常非常有趣的 聰明的一個construction 我剛剛在講說 如果 nu不是整數的話 jnu 跟j負nu 事實上是兩個獨立的解 所以你當然可以把 general solution 寫成這樣 right 可是你也可以很變態的這樣 你也可以很變態的 construct你第二個solution 把它construct成這個樣 你不要被這個嚇到 nu只是一個number n只是很監禁 它最後要取的那個number 所以這只是個number 基本上只是個constant而已 這個也是個constant 所以如果這兩個 是linear independent的話 那會不會 linear independent as well 那為什麼這樣的一個solution 其實當 nu必進整數的時候 它就很有用 因為當你今天 如果取limit 你用b進n的時候 你以前為什麼c1 c2 會出問題 原因是因為這兩個相等 對不對 可是當這兩個相等的時候 這個上面是不是變成0 基本上 你當n取去進 nu取去進n的話 這個等式的上方是什麼 是0對不對 等式的下方呢 也是0 0除以0之後呢 會給你一個nontrivial solution 可是因為這個東西 在nu必進n的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都是滿足bessel的equation 所以你知道這個guarantee 一定是solution 我需要再replace我的logic a little bit嗎 好 也就是當 nu不等於n的時候 我現在寫出來的 這個怪怪的東西 它永遠可以serve as a second solution right 因為它只是原來 兩個independent solution 的一個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我永遠可以把 第一個solution 取成jnu 第二個solution 取成ynux ok 那 為什麼這個最後 一定會是solution as I explained nu不管是多少 只要nu還不是等於n的時候 有沒有 它都是solution 那 nu必進n的時候 這個變成0等於0 所以就應該會給你一個什麼 well defined的函數 然後那個函數 你就可以拿來用 當然是第二個函數 因為它就跟原來不一樣 所以這個事實上 就是用兩個非常非常 逼近的函數 然後直接去求x 然後就把答案算出來 事實上你們以前學過的 以前我們在學 exponential x 的那些東西 其實也都可以這樣子做的 ok 有沒有什麼問題 很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 為什麼我們不這樣做呢 那是因為數學家 他其實不是這樣定義的 所以數學家用了另外一個 稍稍不一樣的 可是精神上是一樣的定義方法 So Best function of the second kind 是這樣定義的 是這樣定義的 希望我定義的跟你們課本的是一樣 所以這其實是另外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方法 假設in general new 對不起 你事實上就可以construct這樣的一個東西出來 ok 那這樣一個東西它當然是一個解答 那如果你今天 讓new 變成是n的話 你只要取這個極限 limits new去進n 然後 ynew x 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這會work again 因為這個永遠都是一個答案 對不對 可是當new去進n的時候 這裡有個分母 有個分子 對不起 有個分母 它事實上是必進0 因為這變成sin mpi 然後這邊cos newpi就變成cos mpi 所以它就變成上面的關係式 所以這個 bracket裡面的東西也會去進0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當你在取這個極限的時候 它是0除以0 所以最後會給你一個will define 新的函數出來這樣 可是因為在new b進n的過程裡面 它每一個都是答案 所以它最後b進完也是答案 OK 所以呢 這個 就是 Bestful function of second kind 的deformation 所以是可以從原來的Bestful function 湊出來的 所以現在應該就可以開始慢慢的 對Bestful function有點敬意了 Bestful function是一個大概 一輩子都很難完全了解它的人吧 I'm not even sure Bestful了不了解它這樣 因為事實上 Bestful function大概有 八、九種形式這樣 OK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好 不然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是第一個 最單純的用 C-Resolution解出來的 好 那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那接下來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而已 那我們其實之前還有學過 就是說 你其實還有Rodriguez formula 來 那這邊的Rodriguez formula 就 跟之前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寫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 You have second method 位置 通常 來 Am Maybe 有 來 感谢观看 就是聪明的数学家告诉我们说 事实上 JNK被写成这个样子 那 这个公式纯粹就是拿来欣赏用的 就好了这样 第一它事实上非常的难计算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1LXDDX的n次方是什么意思 它就不再是像Logena polynomial 就说你只要一直狂围就好了 在这里来不如你自己救不了你 这个事实上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围一次的话呢 是先DJ0DX 然后再乘上1 over X 这是作用一次 再怎样 作用第二次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东西再围一次 然后再乘上1 over X 那这就很恐怖了 对不对 因为这围进来就有两下 然后就再乘开来 然后再来就这样一直乘这样 所以它基本上其实是在做证明的时候 有时候还蛮好用的 实际上的话呢 就只是告诉你 Bestful Function之间 它们的感情其实蛮好的 它们都是从一个妈妈生出来的 就一直喂这样 OK so that's it 所以 虽然很难 可是反而很好讲 你知道 所以一行就讲完了 so I'm not going to approve why this is so 那最后的话 当然就剩下 generating function 就是说每个Bestful Function 每一个Special Function 我都会试着用 三个方法来讲 所以最后的话 Bestful Function也有 它的generating function 那 that generating function turns out to be really really useful 好 可是不要忘了 就是generating function 其实 它的 它的usage 事实上是有一点点受限的 那个 并不是像 之前这么好用 因为事实上 generating function by default 因为你要把它展开 它其实事实上一定是n so they tell you basically there's no other way that you can 所以对Bestful Function的 generating function 你还是定义一个gxt 那你希望呢 这个是 subvention n等于0到无限大 jn x t的n 次方 ok 所以这个写出来之后 它是等于Exponential 2分之一 x t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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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進去 它會等於多少 它會等於 exponential 負的 二分之一 x t 減掉 1 over t 如果我把 g x 帶負 t 進去 它會得到什麼呢 對不起 這個東西 它會得到 exponential x 然後這是負 t 所以這是二分之一 x 可是因為都是負 t 所以它其實還是一個負的 t 減掉 1 over t 所以你注意到這兩個事實上是相等的 所以就告訴你說 g x 負 t 事實上是等於 g 負 x t ok and by the way oh sorry 對 special function 而言 這個 summation 是從負的 無限大 加到正的無限大 請注意要把那個改過來 好 然後你一旦帶進去之後 你現在就可以說 欸 我如果今天把這個帶進來 所以它就會變成 這個 equation 會告訴你什麼事 會告訴你 summation n 等於 0 到無限大 ok 然後 jn x 負 t 的話呢 就是負 t 的 n 次方 它就等於 summation n 等於負五限大 到五限大 這個的話是負 x 所以是 jn 的負 x ok 然後最後是什麼 d 的 n 次方 所以藉由比較係數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jn 負 x 事實上是等於負一的 n 次方 jn x 所以你從這裡可以判別出來 它是 g 函數還是偶函數的 ok so that's the first one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導一下 就是從這個 generating function 你事實上可以導出非常非常多的 recurrents relation 那不過我在這邊的話 其實主要 想要跟大家導的不是這一個 想要跟大家弄一下 是說 best of function 其實 有 也就是你事實上是可以 play around with that you can get all recurrents recurrents relations 那我們現在其實想要做的 那我們現在其實想要做的 不是這個 可是best of function 事實上是 有一些integral form 那這些integral form呢 事實上是可以從這個 generating function 出來的 ok 所以你做什麼事 well you do something pretty cute actually 所以 你把t用eitheta帶進去 好吧 那如果你把它帶進去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gxt 事實上是等於 summation n等於負無限大 然後正無限大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jnx 然後那個的話就變成是 eintheta ok 那這個的話 其實三角函數就可以跑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展開來 然後用另外一個 我們剛才其實之前有跟大家講的 就是j-nx 有沒有 它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1的n次方 jnx by the way 這一個跟這一個長得很像 不要搞混 這不是同一個式子 這不是同一個式子 這個式子是告訴你j-n 其實跟jn是一樣 只是差一個正負號 這同樣是jn 這是告訴你jn 如果你帶-x進去 它事實上是-1的n次方 因為它是基函數跟樓函數 so they are actually quite different 那你從這裡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開始去變項 這個其實告訴你說 這個從負線大到正無限大 可以從第一項開始加起 當這個是0的時候 自己是j0x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j1的話 它有個eintheta 可是如果是j1 然後再來的話呢 如果是j2 那它前面有個1 i2theta 然後2的時候就變成加的 所以就變成一個-i2theta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東西是多 等於2i sintheta 這個呢 等於兩倍的cos2theta 所以你可以這樣一直算下去 所以最後可以把gxt 基本上就表成是j0加上2i j1 sintheta 加上2j2 cos2theta 所以就可以被寫成是兩個不同的sum 這個sum就是前面是j0 加上2倍的subvention n等於1到無限大 j2n-1 cos2n-1 加上2i subvention n等於1 那我就選到j2n-1 xsine 那你從這裡的話 就可以得到一個 所以我們把best function畫開來之後 那再回去看一下 你原先的函數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你得到gxt長這樣子 可是如果gxt自己用e i zeta帶進去的話 會得到什麼 這個是我們當初帶進去的 請 所以gxt 如果你今天用e i zeta帶進去 它是exponential 2分之1x t的話是e i zeta 減掉e的-i zeta 所以這個東西會等於exponential 這個減掉這個 事實上是2i sintheta 所以它變成是 i x sintheta 那i x sintheta 就可以 你終於可以看到 是sin裡面的sin cos 裡面的cos 這樣 所以它就等於是cos x sintheta 非常有趣的 function 加上i sin x sintheta so by comparison the real part and the imaginary part then you got the first very important vito cos x sintheta 事實上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j0加上sumation n等於1到無線達 j2n-1 j2n x cos cos 2n theta ok 然後這個虛部的話呢 就告訴你 sin x sin theta 就等於 2b sumation 等於1到無線達 j2n-1 x sin 2n-1 2n-1 可以了 ok 所以呢 這個是 你做一個 簡單的變數變換之後 從generating function 就得到這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都被代數嚇到風了是吧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最終 其實想要導出來的公式 是這一個 這個在光學上面其實蠻好用的 就是 這一個 的 OK,so basically this is our target 看起來有點恐怖,可是就是說 這是為什麼Bessel function其實常在一些還蠻有趣的地方出現的 你從這個expression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在算的東西的過程裡面發現 就cos裡面有sin或有任何其他的東西 通常其實那個東西出來,如果有close form的話 其實就是Bessel function 可是它不代表一定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之所以要從轉而平方圓出發 然後最後得到這個的話 其實是為了導致這些公式 你如果從其他的角度出發了 事實上你還不太可能可以直接得到這個積分的公式 所以為了導致這個積分的公式 我們接下來就要做一點事情 其實這個你不應該把它想成是這麼恐怖的事情 你可以想像一下,基本上 這個只是一個函數而已 然後它的右手邊事實上是什麼? 是它的負力的展開而已 可以看得出來嗎? 所以你事實上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 那負力的展開的話 你知道負力的極數 就j2n跟j2n-1 基本上是左邊這個函數的 負力展開的係數 所以你現在事實上是可以用負力展開的精神 你就可以把j2n跟j2n-1 跟左邊函數的關係求出來 跟左邊函數的關係求出來 OK So let's try to finish this Gosh I'm losing out my voice Gosh 好 我們下一堂再繼續回來教 好 我們下一堂一堂